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飞行师Will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做一下今日的美股说盘总结 首先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些情况 今天大盘很幸运 延续了上周五的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节奏 盘中一路往上推进 标普开始向2860点的前期阻力发起挑战 并且看样子很快有机会能够跑到前期高点2872点以上 道指在盘中的表现也是非常强势 在工业板块的整体走向带动下 像领跑三大指数涨幅的盘中一度超过100点 纳斯达克今天就表现的效率弱一点了 因为苹果不太争气 之前连续五天连涨创新高之后 今天终于疲软下来高开低走 尾盘中的跌幅将近1% 所以说拖累了整个纳斯达克的表现 另外纳指里面我们还要关注像特斯拉新闻继续发酵 不光是SEC要针对特斯拉的这样一个业务进行调查 并且SEC也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同时也报出新的消息讲 特斯拉目前他的现金达到了最少的一个值 同时也要求供货商暂停要求提供后款 这样消息的话导致特斯拉盘前出现大跌 同时摩根大通还是真的是趁你兵要领命 给特斯拉把目标价从305给一下起来到了195 这样的话特斯拉在盘前一度暴跌 暴跌了7% 拖累了整个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 因此我们能够看到三大指数在早盘时候 标普和道指走得比较稳 而纳斯达克相对偏低 拨到了盘中这种情况有所改善 特斯拉开始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上涨行情 并且把早盘7%的跌幅都基本上完全抹掉 同时上周NVDA发了业绩之后 走势一直比较疲软 今天也是基本上在早盘上持续下挫 但是很幸运NVDA在今天盘中发布了一个全新的显卡 号称显卡卡黄 直接提升了公司的投资人的信心 股价同样也是在盘中由跌转涨 因此我们在今天看到盘中的时候 纳斯达克指数虽然一度是下跌的 但到尾盘时候还是勉强收正了 顶住了苹果下跌的压力 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从板块运动里面看到 今天能源板块跟材料板块涨得都不错 原因很简单 因为美元下跌油价跟黄金钢铁这些大动商品全都在上涨 所以说材料板块跟能源板块走强一点都不意外 那么我们再正好看到大动商品的方面 大动商品的话油价终于开始有了筑底的一个迹象 在一度触及到64.50中短线的支撑位以后 现在开始有了气稳向上反弹的这样一个信号出现 但是目前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 反弹的力度也不太足 这个时候朋友如果说急于去入场去抓反弹 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 另外一边我们得看到黄金 黄金这方面的话隔夜时候一度因为土耳其方面又爆发攻击美国大使馆事件 欧元走低美元走高 结果黄金在盘前一度还有所回落 不过在盘中的时候市场再度向上推升 因为美元出现了回落 特朗普更是直接发话说美联储就这么持续加息收紧货币政策 他不喜欢他希望美联储能够配合他的工作去降低加息这样一个幅度 这样的话导致美元指数在盘中一路回落 黄金的终于也是顶住了这个周线上七连跌的一个压力 开始呢逐渐的开始往回走 这也是一个近期比较好的信号 那么短线上的我们也许有机会能够借着美元的下跌 看到原油黄金这两类大宗商品及其相关ETF的一个操作窗口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比特币的和其他个股的情况 从比特币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 比特币呢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呃在周末的时候有个比较强势走势 向上一度想去突破6600美元的阻地位 其实这个位置如果突破的话 向上是直接能够看到7000美元上方的 但很可惜没有突破成功 在周一的时候呢又开始回落 因此的话比特币以及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短线都会比较疲软 目前比特币比较疲软的一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在于他这个ETF 就是给他做的这个基金啊迟迟没有能够宣布通过 这样的话呢市场新的资金进不来 比特币市场这边的难免是有所这个疲软 目前的话整个市场观众交点都在这个比特币ETF上 如果这个资金这个ETF能够在9月份获得成功 将会有新的市场资金介入 那么将会对这整个比特币市场的产生一个推升的行情 另外啊除了今天盘中 咱们刚才提到那几只个股之外 我们还要关注的是这个大马股CYSI 今天盘中啊可以说是这个冰火两重天 早盘特别火向上一路狂涨 涨幅一度到40%以上 跑到了最高跑到9块2的位置 但是到了尾盘呢却惨遭香园做空 回吐完全部涨幅不说 还有跌了30%打坏到4块5附近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今天独特的道风景线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股说话内容 谢谢大家收听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